好,同学们,我们先来测试一下声音和画面 如果都正常,然后我们就开始了 没有问题,好,OK 那我们第一节课呢 我们讲到落枕的概念 并以表现 就是对于我们的落枕进行一个全方位的 对于它一个整体的了解 那落枕呢 我们生活当中 我们能够想到的我们的经验 告诉我们就是脖子动静 但是具体是什么原因 具体呢 有什么样的表现 我们找到它的病因 也就找到它的问题点 然后针对的进行解决 这样呢 才是我们说的 病在哪儿 我们就知道哪儿 也就是针对性的治疗 针对性的解决问题 在我们西医学当中 管它叫做靶向治疗 首先呢 落枕也叫做湿枕 从这个名字上我们能够得到 就是我们的这个病呢 跟我们的枕头有直接的关系 首先我们能够想到的肯定跟枕头什么关系呢 我们的睡眠的姿势不正确 比如说歪着脖子睡觉 比如说枕头高低不恰当 导致出现的肌肉的问题 注意是肌肉的问题 肌肉长时间处于一个固定姿势 长时间的牵拉就会导致肌肉出现问题 什么问题呢 肌肉痉弯 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它的肌肉痉弯的问题 那肌肉痉弯之后有什么表现呢 就是我们右边图片当中 我们能够看到啊 这个颈部的活动受限为主 一看就是非常明确的活动受限 当然它为什么活动受限呢 因为它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会产生疼痛 在左右转头的过程当中呢 会出现明显的疼痛 这个疼痛之后 我们就不愿意再去刺激它 因为太疼了 所以呢 这个时候出现的我们的活动受限啊 比较严重的 这一天 我们的脖子的活动受限都是非常的明显 而且呢 活动受限的范围大部分是一半 就是一半 我们一半的活动范围基本正常 另一半呢 只要一活动就会出现疼痛啊 这两点是其中 当然呢 还包括了我们的颈部僵直啊 这个颈部活动的僵直的状态 也就是指的我们的颈部肌肉的僵硬啊 崩直的这种状态啊 三个表现为主要的一种症状 脑枕呢 又叫做湿枕 湿枕就是啊 湿就是辣 或者呢 我们说的是啊 丢湿或者是损湿啊 那我们的头部的问题啊 出现在了我们的枕头的问题上 当然并不完全是枕头啊 因为我们每次出现啊这个症状的时候呢 都是在早晨起来 我们想到的就是跟枕头有直接的关系啊 其实呢 枕头在这里 它呃 背负了一些员网啊 那这个病症呢 是我们临床的常见病症啊 非常常见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 那比较轻的 两到三天可以自愈啊 比较严重 一周 他都自愈不了 而且症状也非常的严重啊 活动 颈部活动 基本没有啊 基本没有 而且呢 啊 他的疼痛值也特别的高 这就是我们的 落枕 在中医当中 我们称为落枕为相臂 也就是 他的脖子 他的颈部出现了 臂痛 出现了关节 活动受下的问题啊 中医的名称呢 可能叫相臂 值得一提的是 我们的落枕 如果你出现的频率呢 相对来说比较高 一个月出现一次 就是我们说的频率比较高了啊 这里呢 给同学们来划定一下啊 要不然同学们不知道 一个月出现一次 就已经是非常的高了啊 啊 两到三个月啊 这样啊 啊 就已经有颈椎病的问题出现了啊 跟我们的颈椎病是直接联系的啊 我们的颈椎病呢 指的是颈部的肌肉 还有骨头 还有我们的椎间盘 各个组织出现的问题 对于我们的落枕呢 是针对单独的出现的肌肉的问题 啊 啊 这就是我们的落枕 啊 落枕的病因 这张图片比较形象啊 那我们呢 啊 从这张图片当中 可以直观的来看到 第一个呢 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 久坐办公啊 这个肌肉紧张 长时间的紧张之后 我们这个脖子呢 一动啊 一动啊 突然就脖子动不了了啊 突然就脖子就动不了了 然后呢 就出现了 落枕的情况 或者在办公室当中 吹空调吹的比较多啊 这个受不着凉 也会导致肌肉的僵硬 会出现一个啊 快速的落枕的一个情况 虽然没有震在枕头上 但是也是 常容易引发我们病症的原因 第二个 精神压力 精神压力在 呃 我们这个不是特别的明确啊 这个精神压力 我们 不是一个特别容易判断的标准 呃 那压力大呢 肌肉会紧张 他这说的是这个原因 第三个 睡姿不良 你睡眠的姿势不正常 趴着睡 或者是歪着头睡 或者是扯着脖子 拉长了脖子啊 这个头呢 以这个脖子一半挨着枕头 一半呢 这个脖子已经离开了枕头的外面 这样呢 对我们 这一晚上颈部的肌肉 就长时间受到了前拉 两边压力不 拉力不均匀 都会导致出现这样的情况 第四个 枕头高低不正确啊 枕头的高低 啊 不正确 也会导致我们的啊 落枕的出现 也就是引发我们肌肉的紧张 第五个 收风着凉啊 收风着凉导致肌肉的快速的收缩 尤其是在晚上 如果你开着窗户 这个窗户开的时候是比较凉快 啊 我们也能够没问题 但是到尤其是到了半夜的时候 这个风啊 这个温度降低了 这个风的吹的倾心能力呢 就增强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非常容易出现落枕情况的啊 当然呢 这是一个总括 那我们呢 再单独一个一个来说 第一个 是肌肉的扭伤啊 这里呢 我们用红字重点标注出来了 肌肉的扭伤 那最直接联系到的还是以我们的枕头为主啊 在我们的右边这张图片当中呢 我们能够看到 这个人 躺在了枕头上 哪种枕头才是最合适的呢 最下面这个画的最高了啊 这是最合适的 那我们会看到啊 第一张图片 是枕头太高 太高了之后 是不是对我们的肌肉有限了呢 第二个 太低 太低呢 反而会导致我们的颈部的肌肉过度的下限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人为了自我保护啊 他自己习惯性的紧张 也会导致肌肉出现到损伤 这两种情况对于我们的颈部都是有问题的啊 都是容易引起问题 最好呢 是这个枕头高低合适啊 多高多低是合适的呢 也就是让我们的这个拳头啊 让我们的这个拳头呢 握拳 握拳之后啊 注意啊 不是竖起来啊 是横着 然后呢 放到我们的脖子的下方 这样的情况呢 这样的情况呢 正好对我们的颈椎有一个承托的高度是正合适的 太低了不好 太高了不好 这种情况呢 就联系到的我们 尤其是宾馆啊 经常出差的人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这个宾馆的枕头是非常的鲜的 也就是啊 鼻太松软了 太松软了之后 那只要我们震上去啊 看着很蓬松 但是一震下去呢 它很大很蓬松 但是一震下去 它就凹陷的非常明显啊 太软了 对我们的脖子没有承托作用 我们的脖子一晚上都是紧张的 那如果你垫两个枕头呢 那反而就太高了 一个枕头太低 两个枕头太高 啊 这个正好不是一个最合适的位置 这种呢 睡觉起来之后就容易出现落枕 同样呢 还会出现我们头晕脑胀的一些情况 这些情况呢 就联系到了我们的颈椎病 呃 肌肉扭伤 当然在我们的睡眠姿势和颈部肌肉 长时间的处于一个前拉的位置的原因呢 是最多的 也是最直接的 呃 太高太低 太软太硬 都不太合适啊 一侧肌肉的紧张啊 那就会影响起我们的颈椎的问题 那时间一长就会导致出现落枕 第二个 外感风寒 外感风寒 这个晚上的时候呢 被子没盖好 被子没盖好 脖子露出来了 尤其是到了半夜的时候 三四点钟 四五点钟 这个时候呢 这个天气温度是最低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的颈部肌肉最容易受风着凉 本身人在夜晚的时候呢 身体体抗力是比较低的 温度也比较低 温度也比较低 如果冷风一吹 OK 这个时候呢 就能直接导致肌肉发抖症磷 那就是我们的这个核心的病因啊 病因呢 在我们前面已经讲到了啊 肌肉症磷啊 这里呢 我们再回到这里再看一下啊 这个肌肉症磷是最重要的啊 肌肉症磷是最核心的最重要的 一定要记住它啊 记住它 这些病因都导致了我们的肌肉症磷啊 好 第三个 颈部的外伤 对于这种外伤 我们生活当中呢 呃 这个外伤我们很容易来理解 磕伤 碰伤 撞击 挤压 都是我们的外伤 这里呢 我们重点说一个同学们容易忽略的问题 这里呢 就是这个 我们专业上名字管它叫做 灰边伤 灰边伤是什么呢 也就是我们在急刹车的时候 急刹车的时候的这个动作 是我们的啊 右下角的这张图片 我们能够看到在他急刹车的时候啊 上还有上面图片 是 是先往后还是先往前呢 啊 注意是先往后 这个脖子呢 先往后 然后呢 再向前这样的甩动 做出来的就类似于我们灰边的动作 所以呢 我们管它叫做灰边伤啊 这个灰边伤是非常严重的 我们说的是急刹车啊 如果你缓慢的刹车是可以的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 那人有一对有一个自我保护的这种机制 当我们在急刹车的时候呢 我们的颈部的肌肉会自然的紧张收缩 向后 但是由于冲击力太大 这个时候呢 会导致向后的力量呢 控制不了 最后就要向前甩动 也就是杰老师做这个动作啊 先向后 然后呢 再向前 这样的动作就和我们灰边的动作是类似的 我们在广场当中看着这个 不管是叔叔还是阿姨 不管是老头还是老太太 他们在挥动鞭子的时候呢 这个挥动的力量非常的大 而且声音也特别的响 它是怎么出响的呢 就是在鞭子最后甩动的那一个时刻 也就是我们右下角这张图片 第四个这种图片 在这个位置甩动的时候 它就的甩动的力量是最大 也就是在这个点就最容易出现颈部的外伤 而且这种颈部的外伤是最容易被人们忽略的 不光会导致肌肉体性的撕裂和前拉 还会可能会导致颈椎出现的骨折 如果我们的家人或者朋友 或者是我们真正遇到了这样的病号 我们要重点问一问 有没有头痛的情况 有没有牵扯头痛的情况 颈部局部有没有特别明显的疼痛 疼痛巨暗 疼痛起比较强烈 然后呢 这个位置牵扯着头部的疼痛 这种情况 我们要特别的注意 不能够再去给它做按摩 也不能够再去给它做正骨 都是不可以做的 那这些情况呢 是因为它出现了骨折 如果出现了骨折 我们还去揉 还去按 这个时候呢 会加重它骨折的一个严重程度 而且呢 还会让它的局部肿胀更加明显 也会更疼 我们要注意这种情况 其他的磕伤碰伤挤压碰撞的这些 我们都不用过度的来强调了 这些我们都能知道 而且呢 也一表达就能够表达的清楚啊 这个外伤 我们重点说的是这个挥边伤啊 呃 所以呢 我们一般在开车的时候要注意 这个速度呢 尽量不要太快 或者是 慢 当然慢点没事啊 当然我们工作上有限速 是不是啊 第四个 就是假如说本身就有颈椎病 那我们如果稍稍的 肌肉有紧张啊 简单的受风招凉 这个时候呢 就直接会导致我们的烙伤出现 啊 烙伤的发病率非常的高 反复烙伤 只要你有颈椎病 你会发现你的烙伤的频率非常的高 啊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频率 频率是啊 多大的频率呢 也就是我们说到的 如果 他的啊 一个月 到三个月之间 他的发病 烙伤的次数出现了一次 这就已经算高的 一般 我们一年啊 一年一到两次算正常 如果他啊 三个月 那就出现一次 这种情况就是频率就比较高了 你就要考虑你有颈椎病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综合的来调略 而不是只是单纯的来烙伤 进行真 进行单独的治疗啊 呃 烙伤和我们的颈椎病 它是关系是非常大 呃 好 呃 背部的上方 这个两个位置是我们常见疼痛的位置 起床后 或啊 起床后出现在颈后部和上背部的疼痛不实 有的时候呢 是一侧 有的时候是两侧 但是还是一侧居多 两侧的这样的情况是比较严重的 也就是我们真正的在运动呢 一边能动 一边不能动 两边不能动 这种就非常的严重啊 啊 当然 即便是这样的情况呢 我们也可以用到我们龙氏正骨 我们今天啊 我们这个课程当中讲到的手法来能够对它进行快速的纠正 也是蛮没有问题的啊 不管是多重 那我们都可以来进行治疗 呃 这种情况呢 比较严重的就不能让它躺着坐了 我们就需要坐着来操作 一般让它的肌肉力量让它放松 让它放松 因为前面就是因为它的肌肉力量太僵硬 肌肉痙磷导致出现的问题 而且还会在一段时间内持续的加重 甚至是联系到我们的肩部和胸背部 有一部分的人还会出现哪个位置疼痛呢 还会出现后背部啊 我们说的啊 这个 后背啊 后背部的疼痛 这样的人呢 也相对来说是比较少啊 比较少 呃 这种情况 我们就需要进行综合的整体治疗啊 这种情况呢 就比较严重一点 第二个 因为特别疼痛 所以呢 导致出现了颈部活动不方便的这种情况 颈部活动不利 不能够自由的旋转 他在活动受限啊 就是我们说的活动受限啊 这个我们都非常的清楚 严重的低头和仰头 这样呢 也有困难 头部放在了不正常的位置 啊 一般的头 啊 你会看到明显的头歪着啊 歪着一边的 这种呢 肯定是有活动受限的这样的情况啊 呃 第三个 我们还会看到颈部的肌肉一边硬一边软啊 大多数啊 都是一边硬一边软 而且在触摸到肌肉的时候呢 会有啊 疼痛 因为肌肉太硬了 因为我们已经掌握到它的核心的病因了 四个字啊 肌肉痉软 它的肌肉打嘚瑟发抖的情况下 它的肌肉呢 是非常的僵硬的 啊 而且呢 在触摸的时候 还会感觉到肌肉下方有节节和调索啊 有节节和调索 就对应着我们说到的啊 这个肌肉僵硬或者是肌肉的问题啊 这是我们非常常见的 那我们讲到临床表现之后呢 我们下面再对它来进行一个啊 诊断啊 我们今天还有一会儿时间 啊 诊断 啊 当然就是说到的我们的啊 肌肉的疼痛和紧张 后面呢 说到的这些肌肉的问题 我们在后面都会给大家来详细的节奏啊 讲到第二节课啊 我们后面这节课就给大家讲到 啊 那颈部颈相部 这些肌肉有明显的压痛啊 也就是它呢 那会在周边会出现几个明显的啊痛点啊 会出现几个明显的痛点啊 这个呢都跟我们的肌肉的啊位置是有直接关系的啊 那第三个啊 可以触摸到极突片外 或者是极突的间隙的改变啊 这种情况呢 我们就是啊 我找一个 我行在那边啊 啊 就是我们呢 如果我们的触感呢 比较好的话 比较好的话 我们顺着我们的颈部后方 骨头的凸起这个位置呢 我们来触摸 触摸的时候呢 我们会发现触摸的这个位置 这个骨头尖不平整 有向左的 有向右的 这就是我们的极突的偏移 这种情况呢 就是说的我们的啊 骨头的错位 我们不只是肌肉啊 当然主要是肌肉的问题 不只是肌肉会出现问题 肌肉呢 也会牵扯到我们的骨头出现一个错位 所以呢 我们在后面还会啊 给大家来讲到 对于落枕的正骨手法啊 就是专门针对的龙氏正骨的手法 啊 所以呢 我们还可以用正骨来解决 第四个 被动运动情部 让他自己来运动啊 他说我动不了 我疼痛啊 我出现了疼痛 那这种呢 是很有明确特征表现 第五个 X线检查 这个X线 一般的时候 我们不用来检查 因为落枕呢 本身不是一个特别大的病 但是 如果你的发病的频率比较高 或者呢 你的疼痛的程度非常的严重 这个时候呢 一般我们建议做一个X线 因为这个时候呢 可能会发现一些其他的问题 有一部分人会出现 颈椎的生理曲度变小 颈椎骨头的增胜 生理曲度变小就对应的 本身我们颈椎的正常的弧度呢 是向前的 向我们身体的正前方的 打出了一个弯曲 这种弯曲呢 减少 减少了之后 就会导致我们周边的肌肉紧张 为什么这样来讲呢 因为本身我们的生理曲度 像我们的弹簧一样 可以缓冲 可以让我们的肌肉有弹性 当我们的曲度 我们的这个弧向的弯曲呢 它减小了 也就是像一个木棍一样 当我们像木棍一样 是不是它的活动啊 它的这个缓冲力量是不是就减弱了 我们的弹簧压力再大 它也会恢复到原来的形状 如果是一个木棍呢 是不是它不容易动 只要动得幅度过大 它就容易疼啊 它折断了 它是不是就恢复不了了呢 这里讲到的是生理曲度减少 后面呢 锥体增生 锥体增生 指的就是骨质增生 当如果骨质增生的位置过长 或者是呢 出现在了特定的位置 这个时候呢 就会挤压到我们的肌肉 出现到的问题啊 当然我们这里面 这几个呢 诊断要点 还是以我们生活的经验为主 当然这里涉及到的一个疼痛和紧张 一个是疼痛和一个是活动 如果我们去触摸的时候 还会感觉到僵硬 我们是主要通过这三点来判断的 具体这些肌肉 我们说到了胸缩乳突肌 斜方肌 肩下体肌 当然呢 还有一个肌肉叫做 斜角肌 对于这些肌肉出现的问题呢 都会在我们的下期课当中 来给大家来详细的讲到啊 包括我们的肌肉的位置啊 走行 还有我们常见的痛扁啊 常见痛扁 我们在这些位置进行针对性的松解 和拉伸就可以来进行解决啊 好 OK 这就是我们这几课的内容啊 我们今天主要讲到了一个是概念 还有病因啊 病因呢 当中长到了肌肉扭伤 主要跟我们的睡眠有关系啊 姿势不良有关系 还有颈部的外伤啊 外伤主要讲到了是我们的灰边伤啊 那第四个颈椎病啊 是我们落诊经常容易反复的一个核心问题啊 临床的表现以三个为主 起床后出现的颈部的疼痛不适 然后活动露线 后面呢 肌肉的触痛 肌肉痉弯或僵硬 第四个啊 就是我们的整个要点啊 好 这几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